我们666球啊 现在成功的长到了一个 一岁半孩子的身高和体重 可喜可贺鼓掌 你知道在鼓什么吗 接下来我要上尾班 对我跟大家说我课题截题了 希望大家也是该上岸的上岸 该过关的赶紧过关 冲冲冲 哇带了好多玩具来给溜溜瞧 好 来一看 给你 小小的手 我只要彩色的肩皮静 送着新的宇宙飞翔 冲冲有心海 造为女孩水流关 在这身上 我来了 相信手中没到奔向远方 回着了大海 那这种学步的脚踏 小的赛场 沉着海滑和风 我们一起飞 破旧的球鞋 是寻找至今趁重 在不在月球降 也有军状怜 我不是有军状怜 哎呀 我有军状怜 军状怜干杯 军状怜干杯 干杯 军状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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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不能吃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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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ppy birthday to you 军状怜怜 军状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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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抓粥环节 波朗果我觉得给它放最外面 你觉得这热球会拿什么 没有螺丝刀 不是这热球的风格 你不要纠结 不要犹豫 选你最喜欢的那个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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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样的 我会有点准备 是 不要 我会有点准备 我会有点准备 现在准备有点准备 我会有点准备 这种肌肉 准备有点准备 这种肌肉 下肌肉 下肌肉 这种肌肉 直接看准备 这个肌肉 这两个选一个 这去哪里都要 他最后选择了篮球 真是跑宝 去吧 我可以解读一般了 我要靠篮球考上工作员 从此扩散心不稳定的一生 篮球只是我的跳板 我的终止目的 开始成为一个公务员 他把篮球丢掉了 你不要把梦想丢了 Round 加实赛 好 自己选好了 哇 你选择印章呢 印章代表掌权者 领导者 哈哈哈哈 说明他真难他还可以发现的在 你都才是渣渠 秋秋要通知你 他要通知秋秋阿谷 他家他 他是秋秋王谷的老大 我家的小孩都怎么了 小小的手握住 小小的手握住 才算了牵壁 建议送去新的宇宙飞船 去穿越新海 灶杯女孩谁都灌开着春秋 都没人生气 手气都为了奔向 远方回城的大海 拿着双雪布的脚踩上的赛场 沉着暗关和风 把我们一起飞 抹旧的球鞋是寻装 痴迹尽尘尘 乃步在月球 将着夜空绝对到夜 现在刚好已经忙得差不多了 然后我要跟大家讲讲 我最近买的新衣服们 照片倒是拍了 但是视频一直没有录 变装视频 因为这个天气啊 在客厅换来换去也是比较冷 所以我最后决定啊 录制Vlog啊 这次双12很多新衣服 我原本的计划都是 买回来先试一试 结果就在关于留还是不留 这个问题上都以至于我 得征求大家意见的程度 好了废话不多说 我们先讲啊 最近你们问的特别多的这件 它的料子是这种超级好摸的环保皮草 穿起来南方的冬天啊 真的很暖和了 而且不掉毛 就是我觉得如果想要再宽大的话 还可以再选大一号 第二件 这家衣服我真的超级后悔 是他们家最近才有这个品牌 还是怎么样 真的后悔没有早点入坑 模特图啊 我渐渐都超级喜欢 之前这套有在家里上身穿过拍图片 这套衣服穿在我身上就感觉没有了都市里人的标签 反而是非常符合我真实的一个穿搭风格 那我下面穿夹就 我就不站起来了哈 微微有一点遗憾就是如果能再大一点就更好了 接下来这件衣服是我上次买打底衫的那一家 整套衣服穿上之后就非常有新年气息 它不是正红 是有点偏南瓜的橘红色 就刚好是圣诞新年重要节日生日这些 都可以穿那一件 我觉得里面如果换成一件墨绿打底会更好看 那种圣诞墨绿 可惜我没有 接下来这件我本来准备圣诞穿的毛衣 结果因为疫情节也没有过上 但是我还是要坚持跟你们分享一下 这个颜色比我屏幕里看起来要更咸菜绿一些 它上面这些小球球超级可爱 一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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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最怕的就是溜溜球把它揪掉 可惜了圣诞的时候大家刚好是大洋特洋的时候 就没机会连节都没有过上 哎呀不行今天相机架得有点矮 我得这么给你们看 再来值得我大奖特奖的两件 也就是我向大家请教该留哪件的那个 最后我留了它们一个毛衣一个羽绒服 这件毛衣我真的太喜欢了 无论是长度料子 重点是它穿的不扎 总之肉眼看下来很好看就对了 再来这件羽绒服 我本来只准备留这件毛衣的 但是你们跟我说羽绒服一定要留 然后留下来了 它料子非常的厚 就像我之前测评的那个文案里写的 它就是远看非常像小羊皮 很高级 背后和前面的设计不一样 是拼接的 我最怕遇到这种情况 其实每次收获之前 我都抱着那么一秒忙的希望 带回来试一下 不合适的我就退掉退掉就好了 可是每件都很喜欢 其实大衣和另外一件羽绒服 也很难割舍 因为那件羽绒服真的太软和了 特别的好摸 它们家真的 这是我第三件它们家的外套 再来下一件大衣 这件大衣我收到的时候还蛮惊艳的 因为它比我预料的要更挺阔 而且料子要更厚实 我原本啊也是打算穿它过个生日或者圣诞什么的 但是只能留它到新年了 尤其是肩膀这块的设计我非常喜欢 整个肩能看到吧 是挺起来的 并不塌 所以对落肩的姐妹应该还蛮友好的 就是这套和刚才第二套之间 马上就切换回了我都市丽人的风格 不断 坐下 坐 不断 坐下 坐 我超新一坨 我超新一番 我超新的 现在这么高 小哥 从 rêvo 尤其是我的 猿穿� 没人想笑 有多年轻人 Zither Harp 在我不经意的时候 掀起一阵涟漪 过着凉凉的雨 像凉凉的泥 偶尔上来消息 将我整天灼热的心 上次大家看了海耿大巴的海鸥 我觉得那里太热情了 这次我们来看一下 昆明也有懒的海鸥 我们一起来看海鸥了 看海鸥了 最后的海鸥就像一些鸭子 飘在水上的鸭子 品种与变异 这类球你看鸭子 Duck 这次不管用了 希望它今天不要被海鸥使杂 不过这里我们现在头顶上 没什么鸟 和那天在海耿大巴 是截然不同的两个场景 我在这里也找到了 一个海鸥美食镇 一个小小的镇 可见这些欧欧门是多么的 看到个船船中核弹机的海鸥美食 拥抱一阵微凉的风 新的空隙任你来去 我睁大了眼睛 找寻不到你 飘散的发流住了你 微笑的脸却来不及 发现了一个好笑的事情 什么 你转过来 怎么了 抠着吗 宅着 他睡着了 昏天黑地睡 他哥 刘邱乔已经彻底晕倒了 晕倒在了妈妈身上 我 Și 客观看 我 为什么 你 都